俄乎战争至今开大已经好几个月了 不过有人分析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而现在就在进入第四个阶段途中 不过前三个阶段是哪三个阶段呢 包括了第一阶段是在2月14的时候 当时俄军是四路围攻 但是因为他们准备不足 所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退出首都基辅 不过进到第二站的时候 俄军就占领有优势了 顿巴斯的战争俄军以炮火的优势 似乎是拿下了上风 但在第三阶段乌克兰获得了火箭炮 反攻着顿巴斯 情势似乎有逆转了 但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四阶段了 目前进展又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 俄罗斯的军队就认为一定是乌克兰军队所做的 而乌克兰也是极尽的讽刺俄罗斯这件事情 不过现在俄军也来攻击了 他们现在利用的是无人机来攻击 也让乌克兰相当的头痛 美国家也说要对乌克兰做援助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冬天了 乌克兰的晚上大概只有六七度 非常的寒冷 所以这也让他们的战性要推进 相对来讲也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有人就说了 俄国现在会不会改打能源战 尤其是能源在冬天 是相对来讲非常重要的 或是把圣针直接升级成核级别的 那么直接来拿下胜利 还有在南部大城赫尔松 现在是不是要展开激战 在这个地方跟乌军来对决 以及美国其中选举之后的局势 都有可能让俄罗斯 也许他们可能会重回到 优势的那一方 不过现在第四阶段 到底会怎么走 还得看两边的策略 接下来会怎么定了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